字幕君 星期待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情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9月13號 1130 接下來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的主題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次 我們市場上之前沒有注意到的 AI概念股 而且它的位階還非常的低 好 那個影片開始之前呢 好習慣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OK 話不多說 先來看到今天的大盤 那以今天大盤的情況呢 我們可以發現是一個比較小幅震盪啦 那不過雖然說小幅震盪 那只要是底下這一條24週均線 它還能夠守得住的話 其實整體的風險就還算可以接受 那我們再來回到日線這邊來看喔 像過去幾天以來 你看指數都是被壓在五日均線的下方 把圖放得比較清楚一點好了 都是被壓在五日均線的下方 但你發現今天怎麼樣 今天是一個架掌量增 然後站上了五日均線 所以說接下來的判斷重點就會在於說 這一條五日均線到底能不能夠守得住 就如果說這一條均線能夠守住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的情況 代表說可能下跌行情告一段落 那甚至有可能還可以開始反彈 那如果說發現說 接下來五日均線又被再度的跌破的話 那就表示說這個行情 它就依然沒有出現止跌的訊號 所以說其實在最近幾天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蠻關鍵的 就是說到底五日均線能不能夠守得住 如果大盤能夠守住五日均線 那當然整個氣氛上也會開始比較好轉 那不會像是之前前幾天這樣 速殺之氣這麼重 好所以說大盤部分就先講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今天的主題 本來在今天主題 在訂主題的時候想說跟大家聊蘋果概念 因為昨天是蘋果新機發表 然後今天大家看了網路上 你就發現一大堆的蘋果新機 那個就是應該說懶人包 那所以說我就覺得算了 不要再講蘋果好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蘋果我還真的是找不到什麼 特別亮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除了它變貴之外啦 那顏色變得比較鮮豔之外 其實真的好像沒有什麼太多 所以說發現現在的手機市場就有一點 沒有新意你知道嗎 就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發現說其實以前是兩年 大家平均兩年就要換一次新的手機 但現在已經可能兩年半了 甚至以後可能要三年才換一次新的手機 所以說手機這個市場就開始慢慢慢慢的 就是有點應該說蓄於飽和啦 那所以說今天影片的重點就 蘋果的部分大家繼續看其他的開箱吧 那我們還是著重在AI這一塊 好那我們先來看到這一份報告 首先在這一份的報告是 看一下這一份是那個 譬如說 今天摩根斯林他出的報告 那這份報告呢 其實他有講到兩個重點 就是說呢 像這一間叫做 幫大家標一下 這一間就是昨天我們介紹的 哪有誤字 3661的世星 就ALCHIP 他這是3661的世星 那在昨天的是 摩根斯林這一份 那個Dojo 他那個汽車的那個報告 那所以說其實像 以今天這份報告來講的話 他有延續到昨天就是 TESLA DOJO這個超級電腦 那他有提到說 世星在這一塊的話 主要他是 主要受惠者 那再來還有誰受惠 像台積電 TSNC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也是在這個超級電腦 他在7nm的晶片部分 那再來Dojo 2的話 他其實也有 那再來還有像三星 三星主要是 他的HBM 就是高頻繁記憶體 然後以及他的 自駕車晶片這一塊 那所以說其實 在這份報告來講的話 就是 開頭的部分 就是3662的世星 2330的台積電跟 三星 三星大家比較不會看 但是 有沒有可以看到 下面他這邊有提到一間公司 蠻有趣的 叫做 Mediatech 這間叫聯發科 他今天是把聯發科 去調升的平等 好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因為為什麼他會把聯發科 調升平等 我們來看到第六頁的部分 第六頁的部分 其實他就提到說 就是像目前這些 客製化的晶片 在未來 他會開始超越 就是一般的通用型 那通用型的AI 是像是 NVIDIA 他那個什麼H100 他就比較像是 我們所謂的通用型的AI 那像是Tesla 他那個Dojo的話 他就比較偏向是 客製化的晶片 客製化 就公司他 針對他想要的東西 去設計他的AI晶片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一頁的表格 他有提到說 在未來的情況就是說 像是這些客製化的AI 他的成長性會超越 NVIDIA 這一類的通用型的晶片 好那再來他有提到說幾個原因 在於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他 因為NVIDIA他實在太貴了 平常NVIDIA實在太貴了 所以說其實 他說NVIDIA太貴的情況之下 當然大家就是 比較不會想要去 被NVIDIA這樣掐住脖子 這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再來一個重點在於什麼 再來一個重點是說 公司 他們願意說 我去針對我的需求 來設計我的晶片 那再加上說現在 像是這間3661的四星 然後GU-C 他就創意 這些ASIC上他們的技術越來越好 所以說我也不用靠著 再繼續看NVIDIA的臉色 這個就是他們認為說 接下來在客製化AI這一部分 他們的成長性 其實會比較高的 好那講完這邊之後呢 我們來看到第8頁 其實第8頁的這一份 這張表格其實就是像 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在2016年的時候 Google 其實他就發這個TPU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很早很早之前 就那時候大家看AI的時候 還是怎麼樣就是 那時候下圍棋嘛 就是Google他不是說可以下贏 他的AI可以下贏 世界上就是圍棋最厲害的人 圍棋冠軍之類的 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在很早很早之前 那些像不管是Google 或是微軟 或是像是很多人 很多公司 他們其實都在發展AI 但是為什麼一直發展不起來呢 其實很多原因啦 因為現在NVIDIA他這樣發展出來之後 大家才會 你怎麼可以了 大家才開始NVIDIA 去買那個伺服器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在這份報告其實 他這邊有提到說 像是2016年的時候 這一個 幫大家表一下 2016年的時候 Google他就這個TPU 這個就是他的AI的專案 那像是AWS 就是亞馬遜 他有這個Inverasia 就是所謂的推論晶片 跟Trainer的訓練晶片 那這個Asic他的夥伴是誰呢 像是Google 他就跟誰 跟博通 然後亞馬遜呢 這個Asic 他就是跟誰 366月四星 好那再來看到一下 微軟的這個Gadena 他在2023年 預計會有 那是跟誰 是創意 所以說其實在這張表格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現在到底 這些雲端大廠 他們在發展這些AI晶片 是由誰來幫忙做 就是說生產跟設計的 好那看完這邊之後呢 我們繼續往下看 其實在這一張 在第10頁 在第10頁這個表格 他有提到說 其實像這個 給我看一下喔 在這一張是他提到說 像這個是Cruise 他就是通用汽車 他的自駕車晶片 那他的自駕車晶片呢 目前來講 他並不是台廠有拿到 不過在這一份報告裡面 他有提到說 就是說在通用汽車晶片這一塊的話 目前來講 就是除了像台積電 他是晶圓代工之外 那再來像是3661的世新 他也會去爭取的 這一個案子 所以說其實 目前的情況來講的話 就是說 在整個不管是像是 我們知道像車用部分 或是接下來在機器人的部分 其實都會有受惠的 那再來最重要的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 就是大家有看第幾頁 第11頁的這份表格 好那第10頁的表格 為什麼會做最重要 因為你看喔 像上面這些公司 像這個就是3661的世新 然後這個 GUC就是3443的創意 然後這是博通 Mavill 然後再來這個是台積電 然後這邊有注意到 很有趣的喔 聯發科 MediaTek聯發科 好那看到這張表格 為什麼要特別留意呢 因為你看喔 像 世新他在昨天的股價 為什麼會標這麼多 就是因為 Tesla他那個晶片嘛 Dojo 他那個超級電腦 大家覺得說 欸外資去挑生Tesla 比的 認為說Dojo會是一個 改變世界的一個 應該說一個 一個晶片 好那所以說其實 像世新的股價 今天可以創造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看 這一張表格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注意到說 未來有誰 是有開發出 AI的相關專案的 比如說好像是 我們會看到像是 Google 像Google 在這部分 他就有跟誰合作 你看 這個是博通 那再來還有一個是誰 聯發科 所以我們今天的影片 重點是跟大家說 有一間就是 一直沒有被大家觀察到的 AI類型就是誰 其實就是 聯發科 因為大家想 聯發科其實過往都是手機 那你說手機手機 那可是為什麼 像現在的情況 手機這麼不好 那你覺得這些公司 會做一大一片 其實不會 那時候他們在這份報告 裡面就有提到說 聯發科 他可能在第四季的時候 就會開始宣布這個消息 就是他有跟Google 他那個TPU合作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說 接下來其實 AI在目前這個市場來看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 這麼廣大 偽創啊 那些股價跌亂七八糟 但你可以發現說 像今天 366億的市新 它股價還可以創新到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像我們昨天影片 跟大家提到說 接下來 可能是AI的第二個階段 那第二個階段 他們就在這些品牌廠的部分 像是TESLA 或像是Google 或是微軟 他們這些 那這些品牌廠呢 他們還要去做所有的自研晶片 那自研晶片 他們不可能自於研發 你晶圓代工耗水 炮台積電 那你會需要一些設計廠 那這些設計廠就看到 像是創意 或者像是366的市新KY 那接下來 像連發科 它其實也有吃到 好 那我們繼續接著往下看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所以說看到 第一 看這第11頁的部分 那所以說 其實它就有發現說 這一些的案子 那大家把這個表格記下來 因為如果你以後在新聞上 有看到誰說 比如說 好 Google 它的一個什麼 新的AI晶片要發表 那你第一個想到的是誰 第一個想到就是 連發科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或是你發現 微軟 它比如說 它還有一個什麼 新的AI晶片要發表 那你要想到誰 你要想到的是 創意 那如果說 Tesla或是亞馬遜 假設亞馬遜 亞馬遜它可能要發表 什麼AI晶片的話 那你要想到誰 你就要想到是 3661的市新KY 所以從這張表格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接下來 你要朝什麼樣子的方向來看 就如果說你發現 新聞有提到 誰開發出了什麼 AI的晶片的話 那你就要想到相關的對應公司 所以這也是 為什麼就是說 四星的股價會這麼強 因為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在智研晶片這一塊 未來才是成長性最高的 那再來說智研晶片呢 那你不可能自己研發 你一定要找相關的設計廠 所以說像四星就是幫亞馬遜 或幫Tesla他們做設計的 所以說它就是在未來 就是受惠這一項成長動能 好那看完這邊之後 我們來舉往下看 我們來看到像第14頁的部分 在第14頁的部分 它有提到說 像是在整個的情況 目前H100 就NVIDIA 它的H100是採用4奈米 那A100它採用7奈米 那接下來呢 像是亞馬遜 它的推論晶片 它可能就會採用什麼 3奈米 就現在大家對於那個 算力越來越要求越來越高了 那時候現在亞馬遜 它可能採用3奈米 就等於說它比NVIDIA 再更強一部 那這邊還有提到說 在這一段 再幫大家標一下 這個MediaTag就是聯發科 它在這邊它有提到說 在年底的時候 它可能會宣布一個好消息 這個好消息是 它會拿到Google 3奈米的TPU的專案 那所以說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在接下來 可能會聯發科它一個 比較算是有打入到AI的部分 那所以它有提到說 今天它就把聯發科 上調到買進平等 大家有看在第幾頁的部分 在這一頁的部分 它就把聯發科的平等 從原本的698 上調到880元 好那我們在這邊講到說 就是我們在講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並不是跟大家說 你要先去買聯發科 不是 而是說我們可以從這些報告去知道說 接下來還有誰 可以打入相關的供應鏈 或是誰 還有跨入到AI這一部分 就是我們就每天看這些報告 並不是跟大家說 你要去買世新 或是你要去買聯發科 或是你要去買誰 絕對不是 而是說我們會知道說 整個產業的動向 它可能就未來 會朝這個方向來發展 那如果未來 朝這個方向來發展 那我們就去思考說 那相關的公司 它會不會受惠 像在這份報告 它有提到說 雖然說 聯發科 它有跨入AI 但它有什麼時候 才能夠貢獻營收呢 它要等到2025年 在報告裡面有寫到 它要等到2025年 才貢獻營收 所以短期內 可能你看不到營收 太明顯的成長 但如果說 市場上會有個聯想力 那你2025年之後 你會營收 但你現在的情況是 你已經從原本的手機 跨入到另外一個領域 我覺得這個就是對公司來說 它是一個比較有成長的地方 那再來我們還跟大家提到 手機的部分 像在手機的情況 其實就要看到這邊 就是目前來講啦 手機的庫存天數 在這張 這張是凱基的報告 你會發現說手機的庫存天數 其實都還沒有下降 那這個東西其實表示說 目前整個換機槽的部分 我相信可能 就是像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可能原本的兩年換一隻手機 然後接下來變兩年半 甚至三年才換一隻手機 所以說為什麼很多公司 都要慢慢往別的地方做發的 就是這個原因 那其實在這份 不管像3662世行 或是聯發課這份報告 它其實就寫的滿詳細的 那如果你想要看這份報告的話 那你可以就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跟我們小幫手說 你要這份報告 或是你想要看剛剛凱基那一份 關於手機的報告的話 你也可以跟我們小幫手說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